我强烈要求摄像老师给于林一个特写 于林请起 于林原地转一圈 优雅地转一圈 对 尤其是皮鞋看一下 看我们的皮鞋 对 我也想问这个选手 你能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 看您这身打扮的话 相对于会比较正式一些 然后肯定也是公司的一些管理层呀 领导 然后或者像总经理之类 这能看出来啥行业吗 其实可以看一下裤子的长度 先看都在她的九分裤 谁是九分 春韵老师 九分裤 休闲西装 先看面料 再看感型 再看质感 再看配色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首先男士看的精不精神 为什么不能配球鞋 我建议打到九分裤 九分裤立马就精神 二 里面的话 像子龙老师配的精神了 今天是配T了 没有配这个衬衫 还有一个就是 款型大领的细节和困扇和面料 其实就会显得非常的专业 你会发现这五位不同的着装 代表它不同的行业 你会看到叶院长 他在端章当中 透出他的不安分的心 因为他的眼科医生 他那种专业性要有 你会看到我们说 春雨老师 人力资源 他总是发现一些新奇的东西 就像我们说 IT人士 但他又觉得 我现在从事着一个 互联网在线的软件行业 我要看到我的不同行业的标签 而他服役于更大的上市公司 或者是大币公司 他需要显得更多的沉稳 我觉得这里边会看到职场上 隆隆的痕迹了 而我还想补充一点 其实除了服装以外 我就是一个人表现出来的 他那份微笑和他那种姿态 可能会区分出来 你在哪个岗 你从事什么职业 你会发现 在那里的时候 你的动作 你的表情就是说 我怎么样去服务你 让你更满意 一凡你知道 你要感谢老师们站出来 让你去评价职业 一个销售要有职业敏感度 然后当你卖一个产品的时候 透过他的着装 他的表情 以他的谈话方式 你要分析 他是不是你的目标用户 然后包括他的职位角色 这个正好给你上了一课 特别好 是的 是的 非常感谢几位老师 好感谢几位老师 好感谢几位老师 好感谢几位老师